大家好,欢迎来到DASI IP全球知识产权案例数据库应用大讲堂 今天我将为大家介绍DASI IP上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模块 洞察 使用该功能,您可以通过一目了然的清晰图形化概览 快速查看和分析大量案例数据 而且该功能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只需要设定检索条件后,点击洞察按钮即可访问互动图表 比如在专利模块下,选择以当事人为条件进行检索 在母公司这里,我们可以输入山西的英文名称 之后点击洞察按钮就可撬转到洞察界面 在洞察界面上方,您可以点击细化检索按钮回到检索界面 进行进一步的检索条件的细化 也可以点击重新检索按钮 开始一个新的检索,点击案例,可以直接查看检索结果的案例列表 在左上角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检索到的案例和文书的数量 在这里,您还可以看到您的检索条件 点击加号,就可以显示您的检索条件 点击减号,就可以把检索条件折叠起来 在检索条件下方就是检索结果的图形化概览 这里有六个常用的分析图 第一张图是最活跃的当事人 这个图上展示了案例数量排名前十的当事人列表 以及其在案例中作为原告和被告的比例 蓝色代表原告,绿色代表被告 从当事人的名称这里可以看出来 不管当事人是否为同一个集团 单个实体的名称及注册国别将会分开显示 需要注意的是,在最活跃当事人这里不会显示个人当事人 在图的右侧有蓝色的数字 这里的数字代表当事人的涉案酒量 如果点击某一个当事人的名称 可以快速获取该当事人设数的案例概况 在新的洞察店面可以发现图形都发生了变化 可以直观的看到 三星电器的十大相对方排名第一的是华为技术 然后是爱立心,苹果 当鼠标悬浮在当事人的原告方或者是被告方的颜色块上 会显示出该当事人作为原告和被告的案例数量 可以看到三星电器作为原告的涉案量 包含有1096件 作为被告的涉案量有19000多件 点击绿色的被告涉案量 发现图形会再次发生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右侧的前十名相对方中全部变成了蓝色 即目前看到的是以三星作为被告的涉数案列中排名前十的原告方 点击左上角的撤销按钮可以返回上一层级的洞察界面 再次点击撤销则可以返回最初的洞察界面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幅图 大四IP的案例案由分类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侵权之数 无效程序以及双方复审等按由的案例数量及其暂比情况 这里的按由分类是指原告最初发起诉讼的类型 从这个图中我们可以发现 检索结果的案例大多是关于驳回复审的案例 暂比高达88% 另外在法院类型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行政决定 法院判决以及仲裁的数量及暂比情况 如果一个案例在知识产权局审理后 并起诉到了法院 那这个案例会在行政决定和法院决定中各统计一次 关于当前收集状态以及已决案例进展情况的图 有两个坐标轴 最左边的坐标轴指示的是蓝色肚脐 及已有案例的数量 最右边的坐标轴指示的是绿色曲线及已决案例的数量 则线图默认会显示过去十年做出任何性质决定的案例数量 及不区分是暂时性通知 实起判决还是程序性事项 而且它是基于最后裁决年份来统计数据的 而坐状图上显示的是过去十年的已有案例数量 这里的年份是以首次发生已知活动的年份来算 比如有起诉活动就认为起诉年已有该案例 如果无法确定起诉时间 则参考该案例的最早可用文件的时间 由于不同法院公布文件的方式不同 因此去年的文件会逐步更新和完善 这就是您在图表中会看到有初步信息标记的原因 最后在地理分布图这里 您可以快速了解到检索结果中案例的地理分布及特定地理分区下的法院 比如在美国 三星大部分的案例是美国联邦审理的案例 非美国联邦审理的案例仅为八十件 因为其占比极少 因此会被放在其他下 其他地区的案例也有类似的情况 不管是行政决定法院判决还是裁决 只要其占比比较少就会放在其他中 您可以点击占比较多的部分来获取该部分 案例更为细致的分类 比如您可以点击美国下的美国联邦 就可以筛选出美国联邦审理的案例 在新的页面中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联邦所包含的法院 例如SPTO及美国专利局 还有Fedular Circuit 联邦雄回上述法院等 审理的案例情况 另外您需要执行专利的权力要求解释 检索时会有不同的洞察界面 我们先执行一个权力要求解释的检索 比如在权力要求解释的术语这里 我们可以输入不了有效量的关键词 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术语它的解释 点击洞察按钮 我们就可以直接看到权力要求解释的概览 这里列出了所有案例中关于该术语的解释 而且除了权力要求解释概览之后 我们也可以看到一般图形概览的情况 在商标模块下 如果您进行商标或服务相似性检索时 比如想了解哪些商品会被认为和玩具相似的时候 您可以选择商标模块 商品和服务与一种商品和服务进行全部比较的 预先检索和观察 在选择商品和服务类点这里 点击查找分类按钮 输入玩具 在搜索到的结果中 找到与我们最为相关的分类号选择 然后点击洞察按钮 可以看到在洞察界面这里 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般的图形概览 而且还会看到产品和服务图形概览 默认为大家展示的是桥形图 在桥形图中会默认展示 按照案例数量排名前10的尼斯分类 在单个分类号下 还会看到该分类下被认为相似和不同的案例数量 绿色代表的是相似 红色代表的是不同 鼠标悬浮于绿色和红色块上 您就可以看到相应分类下 相似和不同的案例数量及占比情况 点击尼斯分类号 可以查看特定分类号下对应的案例数量 在图形下方 您还可以选择是同类商品 不同类商品以及服务和特定的尼斯分类的大类 默认为所有分类 比如选择服务 可以看到上方的尼斯分类图就会发生变化 在图形的右上角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数字的下拉菜单选项 在这里默认会显示排名前10的尼斯分类号 这里可以切换到最多为排名前50 当然您也可以选择用气泡图来展示 产品和服务 在气泡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不同颜色的气泡 其中红色代表近似度小于50%的尼斯分类 绿色代表近似度大于50%的尼斯分类 在图形下方的图例中 我们也可以发现颜色的深浅代表近似度的不同 红色越深代表近似度越低 而绿色越深代表近似度越高 当鼠标悬浮于气泡上就可以看到 该气泡对应的尼斯分类号 以及其代表的含义 点击气泡即可查看相应的案例列表 以上就是关于洞察的全部内容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这个课程对您有帮助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